这次展览是应该我们美术馆发起的第二届的卡放未来展示 是一个关于当代青年艺术的一个项目 这个展览在一二年的第一届之后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那这第二届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想的可能就是在关注这两年青年艺术家的创作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也能反映出一个侧面 当然这个不能代表所有的人 另一方面也从不同的角度能够为我们提供更丰富的视角跟支援 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讲 我们这些选的叫创客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就是想希望能够满足更多的观众对未来的期待 比如说你是不是艺术家 或者是不是艺术作品都不再重要 只要你有创造力 创客呢 等于是一个新的时代的一种艺术生产方式 那今天呢到了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艺术应该是什么样呢 我想创客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概括 它更多是我们挪用了一个当下的一个比较新鲜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当代艺术里头最年轻最活跃的这个部分 是某种意义上在精神气质上是契合的 我们接用这个词语可能更看重的是 在当下的这种新的文化环境里面 这种多媒介多媒体新科技的呈现 甚至在很多的教育里面也鼓励这个科学家学生 打破自我那种局限性 用艺术的方式去想象这个世界 艺术最大的特点就是充满想象 没有的东西你把它创造出来 大家不习惯的东西你把它展示出来 所以说这个艺术这种方式呢 它是我们今天生活里的一种状态 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当中你也可以看到 有很多作品它其实并不是说一个东西放在那儿 让你来看的 而是说很多艺术家都可以参与的 甚至艺术家本人也不知道它会变成什么样 其实也有很多综合了科技的手法 也有很多具有这种实验创新的一种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